在人類歷史上恐怕很少有這樣的人出於良知和正義 不顧個人的安危披露曝光他人遭受慘絕人蠻的酷刑之後 自己也被邪惡勢力報復而經歷了同樣慫人聽聞的酷刑 高志成律師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因為曝光了法輪功學院在中共體制下受到的酷刑鎮壓 和令人發指的慫人聽聞的摧殘真相 《新紀元》一直追蹤報道高志成律師的情況 例如在2012年 辭職中共前政法委書記 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被中共政府黨內宣布立案調查後 《新紀元》發表了一篇題為 《高志成 兩派生死爭鬥的焦點》 文章說 洞悉中共現狀的人都知道中共現時內訓的關鍵 不是江派、團派或太子黨的所謂派別之爭 也不是無阻或改革派和新民主主義的路線之爭 而是 是不是對億萬法輪功群體欠下的血債 面臨清算的生死之爭 而三次為法輪功上輸的高志成律師 自然就成為兩大派別針鋒相對的焦點 溫家寶和周永康 在處理高志成的態度上 雙方是咬手瓜較勁 也真實在演出兩派鬥爭的慘烈 2005年12月13日 高志成在《大紀元》網站公開發表了 《高志成 推出中國共產黨的書面聲明》 聲明指出 高志成是一個已經多年不交黨費 不過組織生活的黨員 由即日起宣布 退出這個無人無義無人性的邪黨 這是我人生最自豪的一天 在高志成公開發表退黨聲明後 24小時跟蹤監視他全家的便衣警察 增加了幾倍 2006年 高志成在姐姐家被綁架後 同年12月22日 在西方聖誕節前夕 中共秘密宣判了高志成三年刑期 緩刑5年 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新華社公布 對高志成判刑的原因是 高志成 讚寫並在大紀元等互聯網站上 發表高志成、三字胡錦濤、溫家寶公開信 以及這個政權從來沒有停止過殺人等9篇文章 被觀以有所謂顛覆國家政權的內容 在緩刑期間 高志成被多次秘密綁架 酷刑折磨 2009年2月開始 更加與外界失去了將近兩年的聯繫 2011年在被撤銷緩刑後 高志成被關押在新疆某個監獄 一去就是3年 從2005年開始 高志成律師失去人身自由已經9年 其中大部分時間是秘密關押 並受盡酷刑折磨 2009年2月9日 網上傳出黑夜黑頭套黑幫綁架 高志成律師致述遭綁架經歷一文 講述了2007年9月21日 高志成被綁架後第二天的遭遇 詳細內容請觀眾朋友查詢新紀元的報道 高志成曾經說 今天我如果失敗了 就再沒有人會相信天理 所以 掌握天理的人 他不會袖手旁觀 神正在和我們並肩作戰 2006年出版的高志成 神與我們並肩作戰一書 收錄了他撰寫的維權文章 同時國內外 有正義感的媒體和同業 都讚譽高志成 是一位偉大的 和備受尊重的律師 他通過捍衛中國人 和更多老百姓的權利 勇敢尋求中共官方 聲稱的中國法治 所賦予的真實意義 2009年 高志成的妻子港和 為了子女的生存 決定挺而走險 離開中國 他在朋友的協助下 帶著16歲的女兒和5歲的兒子 從雲南偷渡到泰國 之後抵達美國 以難民身份 得到了美國的政治庇護 2014年7月 迫害高志成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 周永康落馬後 在世界各國的人權組織呼籲下 高志成律師 也所謂的刑滿出獄 據BBC報導 高志成律師在新疆的監獄 完全被摧毀 他的精神和肉體 都受到嚴重的酷刑 並被剝奪了和人交流的權利 他的記憶和說話能力 嚴重衰退 此外 高志成仍然受到嚴密的監獄 雖然在監獄之外 但就未獲得真正的自由 2015年9月 出獄後的高志成 回到老家 在整理母親的遺物時候 偶然發現了高志成律師文選一書 和他寫給胡錦濤 溫家寶等人的三封公開信 時隔十多年 特別是在高志成 自己親身遭遇了 同樣慘絕人蠻的酷刑之後 高律師依然對法輪功學員敬佩不矣 他寫下了題為 高貴的殉道者 我們民族的光榮一文 文章說 昨天 我在母親的季找東西的時候 偶然找到高志成律師文選一本 就坐下一口氣 讀了致中共賊手的三封公開信 在自己有同樣酷刑經歷後 才真正曉得那種災難 是何其驚心動魄 山東的魏秀寧 死而復活 而終於又死 今天再讀 她的悲慘狀令人窒息 她死前的下身竟然是赤裸的 我的心 持續為她戰鬥 長春的劉博陽武子 在被折磨致死前 武子的慘叫聲護文 寫下這些實地調查的文字 已經有十年 殺人兇手 依然是領導同志 依然揚手挺吐 早已忘記了 她們面上 永遠不會退去的血跡 這是類似央視 環球時報 解放軍報 諸惡媒體的成績 是全體一路麻木下去的人民的功勞 是苟語於空的恥辱 我當時 寫給胡溫的那些文字 終於不能撼動這個世界上 一些人麻木了的靈魂 邪惡政權 行事如鬼的惡行 依然未見有絲毫的改變 我的周圍 一些不見得人的東西 依然不捨就野地游蕩著 認真經營著她們的主旨 永遠將中國留在黑暗的咸夢 文章最後說 讀三封公開信之後 馬上寫下上述的文字 以紀念那些 已往世的 高貴的殉導者 他們是我們民族的光榮 是這個民族的最後力量 是這個民族 尚可有為 尚可高貴的證據 紀念他們 是我們終於 終於完全 吻滅良心的證據 高志成 2015年9月12日 2016年 高律師出版了另一本書籍 2017年 《喜來中國》 記錄了中共對他的綁架 酬金、酷刑 並且見證了神 對他的啟示 書裡也預言了中國共產黨的滅亡 並且就建設民主現代中國提出的看法 書裡說 中共政府終於倒台 無論是在哪一年 在中共倒台之前 每個人甚至中共的官員 都有機會選擇脫離中共 等到中共跨台的時候 還要和中共邪惡為伍的人 就會被歷史一起清算 高志成曾經說過 在2014年出獄的時候 中共當局給了他兩個選擇 一個 是要他改名換姓 政府和他安排一份 待遇優厚的工作 二是要他遠就高飛 他可以出國 高志成兩個選擇都沒有要 他寧願被囚禁 在陝西那個偏遠貧借的小山村 他想要親身見證 中共滅亡的那一天 2017年8月 高志成再次失蹤 到現在已經三年多了 生死未卜的他 現在在哪裡呢? 不過世界沒有忘記他 大家依舊 在不斷地呼喚著高志成的名字 高志成 中國的良心 他一定會回來 這一集節目 取材於新紀元雜誌 新紀元之力於深度 報導全球大事 特別是中共政壇內幕 被譽為是中國問題專家 請點擊shop.epoachweekly.com網站 就能夠看到接近700期的雜誌實體書刊 和80期的電子版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